新闻一开始带来关心的就是新北市近几年是积极来新建轨道建设 加上整顿五谷垃圾山与重整温载郡重化区所需要的融资金额高 因此呢日前新北市宣布引进全国农渔会的资金 导入市政建设来减少市府的利息负担 帮助农渔会放款的业务 创造新北市府农渔会以及农渔民三营 新北市长侯友宜逐桌和全国各农会代表握手表示感谢 新北市宣布引进农渔会资金导入市政建设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全国农会理事长黄瑞吉进行签约典礼 正式签约希望大家一起投入更多的软硬体的建设 让城市安居乐业 新手农渔会共荣共好 新北市近几年积极新建轨道建设 整顿五谷下绿地重整温载尊 需资金益助 借贷农渔会资金促进市政建设 更是助农渔会放款业务 引进农渔会资金的创造三营 第一就是区域建设 第二农会有职务 第三可以照顾农渔民 你说我们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很难的 这个机会可以说感谢我们市长的 从111年至今中央银行已升习三马 加重市府债务利息负担 改向农渔会贷款年利息低 对新北而言是省钱 新北市要感谢大家 我会算一算我们一年大概就省了1040万 获利是我们 所以我先给大家感谢 贪的是我 1040万 对刚刚房理师说的 都创造三年 确实是创造三年 农会 渔会 营以外 农渔民照顾能够更有资源来照顾他们 最多我们自己也获利 期望借由合作带动全国县市政府参考 活络地方金融 照顾农渔民